车停太久了要坏 人憋太久了要傻 出去溜一條外 这感觉泰国小伙伴是一点不怕 马路上依旧人难过 这个就到了目的地了 龙虹1919 这不知道感觉以为回中国了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挺爽的 不错呀 这个有点像西双版纳云南丽江那边的感觉 它外面这条路叫青麦路 应该是青麦的华裔在这边 建的吧 还是很有中国特色 看这里写的吉祥如意 本来我都以为是包场了 没想到还是有两个人 这边应该是靠河边了 梅南河 看一下梅南河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已经在家关傻了 出来兜一圈 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不错 以后晚上可以来坐着挺舒服的 看看梅南河 这就是梅南河了 哎呀 这里的感觉是真不错 中师的宝塔 还有这些楼阁 这里还写着妈祖庙 这个潮汕的福建的朋友应该比较懂啊 这有点像北京七九八的感觉 这小莲花的不错呀 呀这居然还有个小莲雾 哎呀这里面居然有好多的小鱼啊 我想是什么东西 我刚开始以为是小青蛙呢 感觉真不错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给我晃晃 好舒服呀 这个雕像好有创意 中泰结合 这幅画也非常吸引人啊 这是一个中国妈妈在那缝布扇嘛 泰国的小姐姐也在拍 嗯这个楼体上还有两只喜鹊 呀画的好漂亮这喜鹊 这个小巷子也好有特色呀 走进来才发现哇全是壁画 这像不像以前上海的石库门的感觉 有点上海以前的石库门的老梦里 好像这感觉啊 哎呀好阴凉呀 好舒服 江南水乡也是这种时代啊 好多鸽子 房梁上都是 这幅对联写的不错啊 喜欢我的作品记得点赞关注哦 三秒可以获得强力推荐 你们的推荐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哦